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谁落时区 蔡明正式回应 王木杰弱行软音曝光 球迷表示太意外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女排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在近期中国女排 也是正式官宣的最新一期的集训大名单 那么其中 备受球迷期待的 几位 举例大将 比如说林莹 袁兴越 那么这些球迷也是稀疏入行 另外还增加了很多年轻的新命恐 这也是 给中国女排聚与了新兴血液 那么还有就是 中国女排的 两大核心球迷 居庭和张长林 因为伤病的原因遗憾缺席 那么等到他们 伤病养好之后 也会回归国家的 那么这份大名单 可能让球迷们感到最为意外的 就是 东京奥运会 迄今了 中国女排的 举例 自由人 王孟杰 遗憾落选 很多球迷 刚开始在猜想 是否是因为王孟杰 屈性的伤病问题 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 那么在近期 随着蔡兵指导的 正式回应 这一切的疑问 也是水落的时出 那么 通过蔡兵指导 回应了 这个国家队的 阵容 安排 那么王孟杰 落选的软一呢 也是正式曝光的 那么首先呢 在这次 集训队 挑选 陈软的时候 还安排了一次体能测试 就是 考察了 各位队软的 体能要求 那么另外 就是竞技状态 那么 由王孟杰 在前面 缺席了 绿排联赛 那么因此啊 长时间 也没有进行了 专业的 比赛 那么可能 个人的竞技状态啊 也是有手下滑 无法得到 保障 那么因此啊 来到训练营之后呢 王孟杰 非常努力 刻苦的 费用直追 想要啊 达到 先把的标准 但是呢 还是有了在前面 缺席临赛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因此 导致啊 王孟杰 目前的状态啊 并不是太好 无法达到要求 那么因此啊 也是 选择了 赶赞的 缺席了 这个国家的 作为 这个蔡萍指导啊 也是表达出了一些 遗憾之情 同时呢 也是王孟杰 进行的 交流沟通 并且表示啊 等他状态 回复之后啊 达到 这个良好状态之后啊 也欢迎他 回到这个国家队 那么当然了 对于王孟杰的 意外落选呢 很多球迷表示 意外 一个方面呢 是用王孟杰作为 上一届中国女排国家队的 举例自由人 个人能力也比较的趋势 但是呢 在 这个澳洲会结束之后啊 王孟杰 缺席的 林赛 然后呢 经济状态啊 也是趋劲的下火 那么现在啊 也是 这个遗憾落选 很多球迷啊 也感到 非常的意外 那么其实啊 对于王孟杰而言 在未来啊 依然有机会 重返国家队 那么同时呢 王孟杰 在这个自由人位置上面呢 也会迎接 更多的挑战 比如说 林青小将 倪飞凡的 横空出世 很多球迷啊 认为倪飞凡 在未来 有可能成为 中国女排 自由人位置上面的 核心队员 那么倪飞凡 在女排连赛中啊 崭新去了强大的实力 不管是在 一卡成功率 还是在 这个进国能力 防守能力方面呢 都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 这个倪飞凡啊 敢打敢拼的作风啊 也是备受球迷认可 那么因此啊 本次 女排 这个集训的啊 这个倪飞凡 也是成功入行 很多球迷啊 也希望啊 这个倪飞凡 能够啊 快速的进步 在未来啊 挑起 自由人的 大量 球迷朋友们 认为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